中国的电动车关税战 因为西班牙总理桑杰斯的中国行而自乱阵脚 真的是见面三分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号在北京的坠卧 卧出中西友好 也卧出中国电动车的徒位之道 桑杰斯向北京释出善意 呼吁欧盟应该与中国建立沟通管道 避免打贸易战 中国当然举双手赞成 桑杰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 中方表示赞赏 希望欧盟方面更多倾听理性客观的意见 今年六月西班牙支持欧盟 加征中国电动车返补贴税 结果桑杰斯仍一到中国政策立刻发夹湾 英国金融时报形容 这是桑杰斯对中欧贸易争端的重大插手 彭博社分析说原因可能跟这件事有关 中国在欧盟决定加征电动车关税后 立刻宣布对欧盟猪肉展开反倾销调查 北京的封杀猪肉威胁奏效 成功打乱欧盟反补贴抗中阵线 进行荣耀绘文财求满报